哈喽,小朋友们好,这里是乐天玩具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要和大头儿子一家一起来玩拆玩具蛋的游戏 嗯,我们看到啊,这里有三个不同形状,不同颜色的玩具蛋 嗯,有我们的芭比 芭比的玩具蛋 还有我们小黄人的玩具蛋 哇,这是一个怪物史莱克的玩具蛋 哇,是不是非常期待里面有什么呢 啊,我们先猜大头儿子面前的这个小黄人的玩具蛋 看看这个玩具蛋里面呢,嗯,会有些什么 啊,上面的字我们都不认识 那我们就先赶紧把它打开吧 这个蛋比较好拆开 嗯,这里面有 嗯,这里面有 哇,有黄色,粉色,还有白色的 就应该是好吃的糖果 嗯,这里面有 这个呢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 小指南书 嗯 上面各种图案的小黄人都有 是不是呀 这些上面这么多字 我们都不认识 先把它放在一边吧 呜呜 这里还有我们大眼萌的一张贴画 嗯再来看一下 哇这也是我们 有大眼萌 哇还有大小黄人 里面所有人物的一张贴画 嗯 这好像是一个 嗯 是一个发射器 哇 哇这个好猛啊 差一点把我们这个 POPPY的玩具蛋给打倒了 是吗 再来看看 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用这个 彈射的玩具 看看 把谁打倒了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玩具蛋给拆开 哇 还是打倒了我们这个 POPPY的玩具蛋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把这个POPPY的玩具蛋给拆开 嗯 这个没有刚才那个好拆 先拿一个小工具吧 先拿一个小工具吧 拿一把小剪刀 这样比较好拆开 这是一个红色的蛋 是我们围裙妈妈面前的这个蛋 那我们要打开吗 哎 哇 围裙妈妈的这个玩具蛋里面呢 也有这个新型图案的糖果 哇 还有一个POPPY的贴画 嗯 非常漂亮 POPPY手上还抓了 一只小狗 这个也是我们POPPY的一个小小的说明书 嗯 再来看看 那我们POPPY啊 里面是一个什么呢 原来是一个 挂钩 下面还有一个爱心 里面写着POPPY 嗯 是一个钥匙扣 哇 真漂亮是不是啊 嗯 那我们先把它放在一边吧 啊 最后呢 就来拆开这个 小偷爸爸面前的这个玩具蛋 是绿色的 哇 赶紧打开咯 哇 我们这个里面也有 好吃的糖果 是吧 嗯 这个也是里面的一个说明 哇 这个也是里面的一个说明 是谁啊 不认识 嗯 不过呢 这是一个大眼睛怪物的一个贴画 哇 看看这个里面是什么呢 哇 这原来也是一个发射器 嗯 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小子弹 这个是怎么玩的呢 先把它拿出来 嗯 是这样的 我先把一个放下去 先把一个放下去 哇 这个也好快啊 是吧 再来试试 嗯 嗯 再来试一看 嗯 真好玩 是吧 我们今天呢 拆了三个玩具蛋 里面呢 有 有两个是这种弹射的玩具 嗯 这个是在我们 小偷爸爸的那个玩具蛋里面拆的 那 我们围裙妈妈呢 围裙妈妈 面前的这个玩具蛋里面呢 是一个粉色的钥匙扣 哇 在我们大头儿子的这个里面呢 好 我刚才那个弹射的玩具 变了下去 变了下去 嗯 我们把它 是一个弹射的玩具 也是一个弹射的玩具 不过 刚刚不小心 把它给弹出去了 嗯 我们赶紧把它找出来 不小心 弹射了 嗯 也是一个 弹射的玩具 今天的玩具蛋呢 我们就给小朋友们拆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 不要忘记关注和订阅哦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